今天又有最新的国会民调出炉 你来看看 观众朋友 韩国瑜在113位立委当中 碾压式夺冠 他凭什么 立院国字典 秘书长周万来一语道破 两个字 自律 让你找不到缝可以插针 但是民进党立委是不是 还翻不了页呢 紧咬韩国瑜恶搞 还利用周万来报告的机会 把他整整痛骂十分钟 你就不怕越骂 把韩国瑜越骂越旺吗 俊阳克尔这个叫孙子兵法的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事实上韩国瑜这几波的民调 都在验证一件事情 是不是韩国瑜好棒棒 韩国瑜这特别好 其实不是俊阳克尔 不是 你知道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民进党真的搞砸了 其实都在说明这件事情嘛 来各位你看我们先就你介绍 这个T-POC 这个所谓最新的民调 他在讲立委声量排行榜出炉 而他把这个立委包括政副院长 都算在里面 结果第一名的声量竟然又是谁 又是韩国瑜 而且他的好感度竟然是0.6 唯一一个赢过他的 是在这边罗志强0.61 但基本上两人相距不远 我可不可以做个对比好了 包括你看 接近接着来的其他的政治路 0.26 0.36 0.42 远远都没有来得这么高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韩国瑜 最近有讲什么金句 有讲什么名言 有做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吗 都没有 对没有 他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碾压是夺冠 其实就是修理了民进党 而修理民进党这件事情 也不是他自找的 反而是民进党自己把脸伸过来 给你轻轻松松的锤子敲下去 脸就打下去 是代表一件事情 其实韩国瑜说他做什么 也没做什么 反而是以待敌之可胜 因为民进党自己的吐贼 自己的失误 让韩国瑜得以成就 好 这个是韩国瑜民调碾压 其一 其二 他自己的生命的那个特质 我们常讲韩国瑜拉个男人 但韩国瑜身旁的拉个男人 我们就要来问秘书长了 他这么近距离 他眼中韩国瑜是什么样的样子 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开场所讲的 纤维不可胜 他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 代表韩国瑜没有让你找到机会 见缝插针嘛 没胖你就没法抖了 来 各位 周万来哦 这个我们讲立法院火字典 但火字典呢 他有一个特色 基本上来讲他是处于意识中立 你说他是蓝的吗 说他是绿的吗 都不是 他是公道 不他直接讲了 滴酒不沾 这个叫客观事实描述 守时间 各位这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前大家对于韩国瑜 为什么会叫他纠空 为什么会说他持克膜 就是他常常会迟到 结果没有想到事到如今 反而准时 每次2点半早上9点看到谁坐在上面准时到位 韩国瑜 韩国瑜 反而是台下谁空空 民进党立委 反而让民进党立委 变成过去这个口中的慈克膜 反而验证成现在慈克膜 换人当换成民进党变成慈克膜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反应也是他想说 绝无仅有谁 太离谱了 是居然哥我跟你讲 离谱来不止黄国昌 因为黄国昌他现在有好几个目标 包括呢你说他从变成是这个小韩教 或者是变成是爱小蓝教 反正都可以 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已经跟国民党的光谱呈现一致 为了选新北市长 对于他来讲黄昌白昌蓝昌 他什么昌都可以变 但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了不起 我们讲战狼小姐姐 以前战狼小姐姐是什么身份什么姿态 出来就是要来做 出来就是要来台的 要人敢敢敢 开战 结果没有想到小姐姐都说 哎呀韩国瑜都比这个民进党好太多了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一比下去我才知道 韩国瑜比民进党好太多了 哇 连陈志涵都讲出这种话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呢韩国瑜变成是最大功悦数 但我们坦白讲 这件事情的由来是怎么来的 来各位 民进党上周五的时候呢 是不是才喊说 韩国瑜没收咨询权 然后喊的正天嘎响 然后呢那个闹的到处满城风雨 以下要去院长办公室要找人 结果没有想到 各位今天民进党主张说 罪神圣不可侵犯 宪法赋予他们的终极权力是什么 执勋 对执勋权嘛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今天 民进党总共有几个立委 没跑出来执勋吗 几个 有七个 这么多人 你不是口口声声要争执勋权 你怎么自己不出来呢 对而且总共大概也才 大概十个立委要执勋而已 就七个 通通改成书面 所以他们今天大家都在讲嘛 那你代表说 你对于这个书面执勋权 你的话是假的啊 其实也一点都不在乎嘛 但我们跟各位报告 我有不一样的看法 嗯 坦白讲今天民进党这些立委 包括林楚怡在内 你看林楚怡说什么 我被韩国瑜恶搞 所以我心生恐惧啊 我问各位 民进党立委有没有在咨询的 基本上根本没有嘛 他们就算真的上了咨询 还好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杀资魔粉 闲聊 台杠 各位这我不怪他们 因为本来作为执政党的 立委跟执政党之间 你要互相叫骂就有他的难度嘛 所以以前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往往这八年来 要嘛五分钟草草了事 要嘛十五分钟草草了事 真的把三十分钟跑完的人 是少之又少 所以这个情况下各位 这个叫什么 自己给自己上了梁山 下不了台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当初他们自己 把这个不重要的执行权 对他们来讲不重要 捧到天高 结果四到如今之后呢 变成是自己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 所以只好用什么方法 改成书面 然后给自己找个台阶 好下台 但林楚音说 心生恐惧 这句话倒是想到真的 一般人看到会觉得说什么 居然哥 他在臭酸啊 他在开玩笑啊 但坦白讲 现在民进党对于韩国瑜 如此高的民调 而且怎么打也打不下去 对比过去那个无下阿蒙 那个大家讲的此刻模 大家讲的被罢免韩国瑜 你说心里面 会不会确实心生几分忌惮 所以现在问题在于说 民进党已经不是国会最大党了 如果还是用上一届的方式 在国会运作的话 那人民也在看啊 当然没有做 所以今天呢 就被国民党逮到这个把柄 各位还记得吗 前几天林楚音啊 才在特别呢 早上七早八早的时候 拿着手机去拍说 你看啊 哥啊 议场都空的啊 国民党都没有人来啊 结果国民党立委 有没有准时到位 有 结果没有想到今天 马上被返乡一军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今天早上 实际上是发动假动的 假动其实它只代表一件事情 所有人其实都在立法院内 但都在立法院内 你跟我讲 为什么七个人不敢来 理由很简单嘛 他们也不知道该问什么 而且来了之后呢 确实对于韩国瑜有所忌惮哦 各位 曾几何时民进党 遇到韩国瑜 每个人都抢谁要打 为什么 打他就有票 打他就有分 打他就有红利 但现在变成看到韩国瑜 避自我一口不及 我三元一点 慎的我被他修理 所以你看啊 国民党就在笑说 你看 我们全员呢 大家通通都到齐 而且我们还没有假动 反而是你民进党假动之后 没看到半个人 所以从这件事情 你还衍生到顾力熊 就是啊 庄瑞熊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 因为原本他是打算修理谁 修理周万来 把周万来当成韩国瑜的分身嘛 结果没有想到 没有修理成周万来 从头到尾周万来对了他怎么样 嘻嘻笑脸 甚至讲到一半 还把眼镜拿下来 完全无所谓 就是因为这个举动 让庄瑞熊感到 自己已经不再是执政党的立委 自己已经不再是多数党 所以才会更小当心 尾翰 立院每逢周五都有事啊 上个星期五是连环车祸现场 结果呢 今天通通改成书面质询 为什么忍不来呢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民进党 他上礼拜跟大家讲 他的对于质询的要求 我们被没收了怎么样 赶快要韩元长还回来 但今天你可以来啊 就通通改书面是怎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前后会被对比 就像你柯建明以前要求 马英九到立法院要急问急答 现在又说不可以急问急答 因为违宪 其实我基本上我个人 我常常跟大家讲嘛 我觉得可以是统问统答比较好 可是你以前这样讲 你现在就没有这样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书 改书面报告 我看民进党怎么说了 第二个就是庄瑞熊 这事情我想跟大家谈一下 因为其实 我觉得 因为庄瑞熊 他在问周万来 到底美国法国 是不是总统到国会去的时候 有接受急问急答 答案是没有嘛 他就希望他讲没有 以后就对嘛 大家都没有 我们怎么可以有呢 但周万来就不讲 周万来就讲说 未便表示意见 然后就讲说 我的报告都已经写了 他就俩功了 观众朋友 我分两个层次来跟大家讲 因为周万来他其实并不是 这个总统到国会国情报告 且急问急答的提案人 他不是嘛 谁提出这个看法 翁晓菱 国民党版本是翁晓菱的版本 所以其实基本上 你去问周万来 他是专家 应该比较像是听证会 然后专家来了以后 询问专家意见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申办奥运 我们台湾可以申办奥运吗 请直接之前奥委会的这些 这个吴敬国这些人来 他们是专家 所以问他们意见 然后咨询他们比较恰当 咨询他们那他就不回答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今天你把他倒过来看 国民党的立委 问民间党的官员 问他比如说 王美华部长 请问你们有没有掌电架 我的报告都已经写了 那国民党立委也会撒功 这其一 其二 周万来说当然 你如果针对这个事情跟他讲 你想要识问识答 我刚刚讲的我是支持的 可是你就怎么讲 就是每句话三句不理韩国语 韩国语给你咳的 韩国语怎么办 这就不对 你就没有必要去跟他讲这个 然后又要讲说 韩国语就已经这样笑笑什么 你要把他打他 你要把他弄什么 所以才会被大家反噬 就是说 庄绘雄这个变成是 昨天在这个咨询当中 大家所最关注的 为什么两个人的过程当中 PK变成是新闻焦点 那当然我要跟大家说 因为立法院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个本来法治委员会 他要去审 这个国民党的五大改革法案 但柯契民总要讲说 如果你敢弄的话 我就提复议 那如果提了复议 要等到327总咨询结束之后 才可以再来 所以国民党就先退让 之后呢 他们现在还是想要在 520之前 把五个法案通通都推过 不过呢 到底国民党的版本 是怎么样 因为赵宗安来的讲法 他也没有认为说 集问集党是一个 最好的方式 请立法院自行决定 所以新的国会 新的气象 我觉得大家会 花那么多时间讨论立法院 就是因为 现在过去确实不同 以前不是蓝营过半 就是立营过半 所以根本不会有人讨论 这就是现在目前立法院 会被大家讨论的 最重要的原因 是 雅铭你怎么看 首先呢 现在的立法院 民进党团会怕就好 什么叫会怕就好 现在你会发现 他们现在乖乖的 像今天下午 就会有三个 轮值的立委 乖乖的走进立法院的 一场作战 好轮到我咨询 乖乖的上去 这个叫什么 三先归道 过去 是 那但是呢 其实今天 他们民进党团 是有开一场党团会议 我必须说 像包括像洪森汉 林楚音 他们这些就是 他们说他们的咨询 受损的这些 委员呢 还是很气愤 他们觉得 一定要追讨公道 所以呢 在党团会里面 有请求大家 一起团结 一起去要公道 结果这个时候 民进党团里面 Log男人 站上去发言了 Log男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坚哥 坚哥说 大家要团结 没有错 但是 我们要有正当性 什么正当性 他说 我们自己都把自己的咨询 砍一半 不然就是地书面 你怎么去抢人家的 这个咨询权 所以坚哥讲了一个大白话 只有坚哥在里面 逆风行驶 整个党团 其实是主战派居多 但是呢 坚哥今天毫不畏惧 他还说 未来四年 只要是轮到他咨询 绝对不会书面 绝对不会减半 讲好讲满 所以我们 我们也佩服 Log男人 Log男人 Log男人才讲完 而已 今天就给你 七个书面了 所以他不会 你看坚哥不会 但是老实说 其实书面咨询 也是咨询 也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关键就在说 这次韩国瑜 这样的举动 让整个立法院 大家至少 会那个螺丝酸紧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 比较正面的思考 那更关键的就是 民进党 现在席次 已经不是多数了 不要再活在过去八年 那个无所不能的 民进党团了 现在你们什么都不能 所以乖乖的开会 乖乖的咨询 这是给民进党 最重要的重骨 是 佩君 你怎么看 大家看这个画面 不要以为说 只是这个 专业雄 然后在跟国民党 或者在跟这个 秘书长对抗 其实这个损失的是 所有的纳税人 大家不要忘记 看这个画面 最下面这件事 这个司法法治委会 当天的议程是什么 是总统到立法院 进行国情报告的建议 这个议题就是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一直想要推 但是执政之后 都突然忘记的一个题目 那好不容易现在 这个民进党变成少数党 这个题目又到立法院来讨论 是不是要让这个总统 去立法院接受 该接受监督 这是一个 对所有的人 都有帮助的事情 而且也是应该 很严肃去看待的议题 那结果 这部分民进党议委员 像是庄越雄 还在记恨上个星期五的事情 拜托你什么时候才让他翻篇 可以过去了吧 这些委员 说起来我觉得这个行为可笑的点是什么 他们把这个到立法院 直询的时候 讲的好像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 然后是韩国瑜 还有联手周万来 害他们失去这个 对选民负责的机会 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很讽刺的事情 这个立法院的委员个人直询 每个人有30分钟 你可以选两个议题各15分 或者是一个议题30分钟 或者可以改成书面质询 那当然质询各种各有利弊 但是大家都知道 书面质询就是写一写 那谁写的也不一定是委员自己写 可能幕僚要带为捉刀 所以当然是到现场去质询好 问好问满 这个才是力度最强的监督嘛 可是过去民进党执政这八年 一大堆的委员都没有在用口头质询 都是书面质询 然后就算是口头质询 也就像我刚刚讲 你可以选两个各15分或一个30分 大部分的民进党委员 你大家可以去看医师系统 都是只问15分钟就走了 所以自我阉割自己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民进党 还有这样子的民进党党团 要跑出来跟大家说 我这个没有办法问到陈建仁 我觉得演得很没有说服力 别的不说 你看看今天交通组的质询 郭国文 黄杰 杨耀 王美惠 赖会员 林楚英 通通改书面质询就好 那郭国文 赖会员 林楚英 这三位不就是上个星期才气扑扑的讲说 哎呀 都是韩国瑜 你让我没有办法口头质询 我一定不可以跳过 那怎么今天自己就不来了 那今天书面又可以 那上个礼拜又不行 这不是很双标吗 所以他们不用在那边 把自己这个口头质询 讲得好像什么至高无上 神圣的一种权利 事实上这个权利在他们手上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 那更何况是你到这个立法院去 自己贪图方便 没有在那边坐证 没有在那边等被跳过 按照意识规则的跳过 我不懂现在还要继续在追究什么 武器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100万的订阅 我给大家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抠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你